你以前就是说 还有什么方式试探我别人 反正都不是非常过分的方式 但比如说有些女朋友 我一直认为她很正常的 突然发现她对我完全小心一点 那么有时候可能要 我是想女朋友 那个一般都不会试探 就是中国的长期的交往 那么关键 你之前讲你之前女朋友 特别单纯 特别聪明 但是她又有那种 大把咖啡破到你脸上 你不认为她有心机 其实第一个咖啡其实不是很看的 就是说 能唱唱 对你听我说吧 另外一方面 其实她很有可能是听到我的一些什么黑彩照 就是说 有些人总是或讨或讨或讨 有些肥文的 是吗 更何况 那她听到你跟某个女生的肥文的 是 那其实你有没有的 那你觉得女朋友这样的试探你 就没有发 没有一点发法 那天晚上她还把我衣服拿回去洗了 而且她当天还给我们 听了一句 我觉得女孩 换作任何一个人来说 女朋友 自己女朋友 破她一脸的咖啡 然后破自己一脸的咖啡 然后目的是试探 所以我觉得任何人都接受不了 你这个想法太有点疯狂 然后 但是她就觉得 她就觉得 这个做法没有什么错语 我觉得她这个 这个想法 她的想法有点难改变 她一直就是找 很多理由来说 她做的这个是正确的 我觉得她的想法真的很难改变 你不是 你只要不说你还要等你姐 对啊 如果你就是 我觉得21世纪呢 你现在说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意思 是的吧 对吧 我曾经也听过这样一句话 你要想出处女出回去的话 然后决定是 那你就说 如果你要女生在结婚之前 她不纯洁 她就这个 就证明这个女生不好 不一定不好 但是 我 我直接说 那你就是说 你到结婚之前 你都不会 你也保持你个人的纯洁 对 我一定会做到手伸无欲 但是 手伸无欲 那她要看对方 怎么样 如果对方她不能手伸无欲 那我平衡 那她平衡 那她平衡能配得上 就好了吗 好了 那我闯一下啊 嗯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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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会即将结束 按照程序 双方要在雀桥亲手仪的见证下 表达意向 当然 规则很清晰 同意就出场 不同意就莫全 雀桥亲手仪 爱就在一起 一